9月19日上午,第十二届海峡论坛,两岸文创IP大赛颁奖仪式活动,在厦门国际会议中心举行,本次大赛以海派创意设计王就是你,为主题,由海峡导报时主办,厦门启达台想创业服务公司,厦门龙之山文化创意有限公司承办,以海峡论坛的海字额歌为题,征集口号,吉祥物及相关衍生文创产品,本次大赛共征集到254件作品, 其中173件台湾文创设计作品,这当中有113件,是从台湾岛内跨海投稿,最终由12件作品脱衣而出,于颁奖仪式现场精彩亮相 本次比赛,8月中旬,在大陆和台湾地区同时启动,通过线上加线下的两岸媒体和组织多重联动,线下整合台湾高校,行业协会等多元资源,组织并邀请本地和全国性的文创协会,作为合作单位。 终点知名文创人士参与活动设计,两岸业界,学界泰斗,以及红点设计专家,等相关领域优秀老师,展开评审。 我们是觉得就是两岸这样的一个共同的这个合作呢,其实台湾很多的一些好的一些创意理念,包括一些技术,然后加上我们本土化的这样的去孵化落地,可以更好的去结合一些这个品牌项目,以及为我们这个大陆的一些相关的一些行业来服务。 我觉得这次启达台湾邀请我参加这个比赛,其实认识了很多在地优秀的岛青,那从大家的世界理念来讲的话,我觉得这个是蛮创新的,所以过来其实也是互相的交流学习,那在他们身上也看到了很多新的东西,新的理念,应该会让我更加坚信在这边创业的决心,谢谢。